看一部电影《替把我人生》 这里是唐森林书的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温子仁指导的电影《前浮一》 乔西是一名中学教师 最近带着老婆孩子办了新家 准备开启新的生活 她和老婆瑞来生了三个小孩 大儿子叫道尔顿 二儿子叫福斯特 小女儿叫卡丽 因为乔西白天要上班 整理的活就全落到了老婆瑞来的身上 瑞来又要带孩子要收拾东西 难免会身心俱疲 不知道是她状态不好还是其他原因 最近她老发现家里丢东西 自己的乐谱不见就算了 刚整理好的书也散了一地 起初她还以为是孩子恶作剧 但他们都说没有到晚了 晚上瑞来把这些怪事告诉了乔西 乔西没觉得什么不正常 有些东西你不去找 反而自己会出来 这点她倒真的说对了 那晚大儿子在阁楼踩楼梯上了一脚 夫妻两天的孩子尖叫 立马跑了上去 于是呢在阁楼的角落 瑞来发现了自己的乐谱 只是乐谱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阁楼呢 还没等她想明白 第二天道尔顿就昏迷了 昨晚还好好的孩子 今天说昏迷就昏迷了 夫妻俩把孩子带到医院检查 医生的结果显示 道尔顿没有脑部床伤 没有感染 扫描结果一切正常 但她就是处于昏迷 他们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他们也束手无策 三个月后 道尔顿被接回了家照料 一日三餐都靠着彼此灌进时 瑞来也受此事影响 终日愁眉苦脸 然而让她烦心的事情 并未就此打出 先是小女儿房间传来陌生人的声音 后是二儿子说 晚上会看到道尔顿走来走去 瑞来把这些奇怪现象告诉给了乔西 乔西却显得不以为然 直到当晚也发生了离奇现象 其实楼下响起了敲门声 下去查看又没人 后是小女儿的婴儿床边 占了个人影 一晃的功夫人影又不见 接着楼下的警报器发出了声响 之前乔西关好的门也被莫名打开 折腾了一晚 原因没有找到 人倒是累了个半死 然而这样的灵异现象 还是继续上演 次日 瑞来在整理道尔顿床单的时候 发现她放脚的位置 多了个携手印 忍受这么多事后的瑞来 紧急崩溃 偏偏这个时候 乔西又搞起了意识逃避 她总是以加班为友 延迟回家 没有一点为瑞来分担的打算 瑞来后来也看出了乔西的刻意躲避 她怀疑 是这栋宅子带来的厄运 于是在她的强烈要求下 他们又办了一次家 完新家的那天 婆婆洛伦也赶来了帮忙 可当她看到乔西一家全家福的时候 她突然说了句 她无法相信乔西会拍照 因为从小到大 她都不敢拍 而且洛伦对他们所经历的灵异遭遇深信不疑 她还说 自己懂得瑞来所经历过的痛苦 所以不管瑞来日后提出什么要求 她都会表示理解和支持 她也无需为任何事情感到自责 婆婆的画上瑞来重振旗鼓 既然又换了一个地方 这回他们一定要好好开始 很快她就被现实打脸 倒个垃圾的功夫 就看到自家客厅占了个鬼影 打开衣柜里面还藏了个小鬼 那些灵异的东西 跟着他们搬家又来到了他们新家 这可要了老命了 瑞来实在是没办法 只好请了牧师来驱魔 得知此时的乔西觉得很夸张 他们才搬了新家 怎么可能还会有鬼怪 婆婆看不下去了 她说瑞来说的是真的 她昨晚做梦了 梦到道尔顿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 那些东西就是跟着道尔顿过来的 说到这里 二楼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动静 乔西撞开了道尔顿的房门 里面已经被毁得乱七八糟 道尔顿还躺在了地上 这件事之后 婆婆给他们推荐了一位驱魔师伊丽丝 伊丽丝来之前又派了两个助理 一高一矮 干脆就叫胡子和眼镜发 他俩先过来实体勘察 用他们手上的电磁探测仪和胡子自制的紫外线探测装置 咔嚓一下换了一个滤镜 很快他们就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别小看了胡子的紫外线探测装置 虽然是自制的 关键时刻还是派上了用场 看到通讯后的胡子立马要眼睛叫来了伊丽丝 伊丽丝是婆婆的老朋友 第一次见面就说他认识乔西 伊丽丝不是普通的驱魔师 他拥有平常人肉眼看不见的能力 他能看见死灵 很快他就在道尔顿房间的天花板 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并通过自己的描绘 让眼睛画出了大只样貌 他说道尔顿并不是昏迷 从梯子上坠落也和他昏迷无关 现在躺在那儿的只是道尔顿的躯壳 他的灵魂已经不见了 这一切骚乱的源头 包括那些恶灵跟着他们来到新家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房子闹鬼 而是因为道尔顿 听说过心体投射嘛 这些人能够灵魂出窍 以心体模式四处旅行 道尔顿就是非常熟练的心体投射者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道尔顿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他以为是梦 所以不会感到奇怪或者害怕 也因为他这种无畏 所以让他跑得太远 以至于现在的迷路 听到此的瑞莱 忍不住问他 道尔顿现在在哪里迷了路 伊丽丝说抑郁 抑郁是一个环绕我们四周 又远远超越我们感知的世界 那里没有时间 充满了受虐死灵的黑暗王国 一个活人无法进入的地方 现在他担心的是 随着道尔顿离开区里的时间越久 他灵魂和肉体的联系就越弱 那些死灵 就是因为嗅到了躯壳的味道 所以他聚集在道尔顿四周 企图占据他的身体 死灵渴望生命 渴望重生的机会 但也有一些恶灵 如果被他们侵占身体 那后果会更加不堪生下 听完后的瑞莱 对儿子的现状更担忧了 他向伊丽丝征求解决办法 但乔西突然站起来 打断了计划的进行 他还是不信这些伪科学的依据 无法说服自己 接受死灵存在的事实 伊丽丝表达了充分理解 并没有做任何解释地 离开了他家 乔西一个人来到了 儿子的房间 他多么希望道尔顿能告诉他 没有什么灵魂出窍直说 一切只是普普通通的昏迷 就在这时 身后墙上 儿子画的画掉了 乔西捡起来的那一刻 才发现画上的内容 竟然和今天伊丽丝看到的怪物一样 还有一幅画的下面 直接写了他看到自己昨晚在睡觉 然后飞走了 大家稍加留意一下 鸿门画和木马画 这两幅画会在后面出现 看到这里 乔西才相信了伊丽丝所说 于是后面又把伊丽丝请过来通灵 所谓的通灵就是把灯关了 让伊丽丝戴上一个防毒面具 然后在他的出气孔接个管子 一直通到眼镜的耳机 眼镜就可以第一时间记录伊丽丝说的 虽然我也没搞明白这其中的原理 但是whatever 总之这代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道尔顿现在被困抑郁 无法自己一个人逃出来 通灵计划失败 既然无法靠通灵召唤道尔顿自己回来 伊丽丝只能另想他法 还记得婆婆曾说过 乔西不喜欢拍照吗 婆婆后来告诉了大家一个惊天秘密 这个秘密伊丽丝也知道 其实道尔顿之所以能灵魂出窍 是遗传她怕乔西的 乔西八岁的时候患上了夜精 说是被一个老女人吓到了 每晚都要保证老女人的恐惧和惊吓 当时她也不信这些 直到她自己后来亲天所见 说吧就拿出了乔西小时候的照片 原来不是她不喜欢拍照 而是每次拍照后面都跟个老女人 而且那个女人随着时间推移 离乔西也越来越近 为了阻止那个恶灵 婆婆后来找到了伊丽丝 乔西之所以没记忆 也是因为她的记忆和心底投射能力 都被伊丽丝想办法压制了 只有这样她才可以避免死灵的骚扰 而她这么多年之所以还是排斥拍照 也是因为有些阴阳一旦留下就很难跟除 现在能救道尔顿的唯一办法 就是打开乔西的心底投射能力 让她去抑郁找回自己的孩子 乔西同意了 出发前伊丽丝特意提醒乔西 千万别太关注自己 不然那些死灵会发现她的不同 然后抢着过来争夺她的身体 一切准备好了后 伊丽丝开始了节拍器催眠 催眠了好一会儿都没睡着 乔西就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这一站自己已经灵魂出窍了 她跟着伊丽丝的指引 推开门就进入了抑郁 里面乌其麻黑的啥也看不见 不一会儿一个小孩从乔西面前穿了过去 乔西错过去一看 发现是小时候的自己 小乔西指了指旁边 之前住的房子出现了 想必这就是困住大尔顿的地方吧 推开门进去一看 这房子还住了不少人 先是有披头杀的女人爬楼 后面又听到女人的哭声 这房子和他们现实住过的内经一样 房子里的死灵都是以前的房主出户 在这里乔西目睹了一户家庭凶杀案 在这里的其中一名女儿 把另外三名家庭成员都杀死了 乔西被吓得上了楼 上了后又发现了一块红色的门 这个门也出现在儿子画里 说明乔西找对了地方 但进这个门之前 乔西遭到了恶灵攻击 两人的激烈搏斗 让乔西的肉体也发生了一样 乔西赶紧安抚乔西 她比他们都要强大 她可以打败他们 借助这份话的力量 乔西战胜了恶灵 进门之后就看到了一个木马 里面还传来了小孩的哭声 乔西立马赶了过去 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大尔顿 但是大尔顿脚上扣着脚裂 头上还有五脸恶灵看守 乔西才不管什么恶灵不恶灵 他要大尔顿相信自己的力量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很快他们的举动惊动了五脸恶灵 他的脸飞得像飞动 眼睛像猫眼 幸运的是乔西还是成功带走了大尔顿 然而他们好不容易从房子里逃出来 面对回去的路又是一片黑暗 他们该如何回家 关键时刻 那些死灵也陆续发现了他们父子的存在 他们的周围被死灵包围 想要如何突出重围 伊丽丝安排了瑞莱在乔西耳边指路 所以说民间的这种喊欢是真有用 反正在这个电影里是挺有用的 循着瑞莱的声音 抱着儿子的乔西也慢慢步入正轨 找到了回家的路 但是呢 随着他们离家越来越近 这个死灵就越来越多 死灵也很聪明 知道这两人回到身体后 才是彻底没得希望 于是大家想尽办法的干扰 把这门给锁上 乔西看此路不通 就绕到后门进屋 最后的冲刺 就是父子俩从厨房 一个走回卧室找肉身 一个走回客厅找肉身 这个过程还有距离 有距离就意味着 还有死灵的可乘之机 死灵也是挤火头的 向进道尔顿的卧室 伊丽丝早就安排好了 胡子眼睛堵床堵门 最后 道尔顿是顺利回到了自己身体 倒是他爸 因为一路抱着他小宝回家 自己累得虚脱 身体越虚 恶灵越容易趁虚而入 乔西小时候 最害怕的老女人登场了 乔西虽然嘴上吼着 我不怕你这样的话 但他的身体很诚实 在发抖了 瑞莱就在一旁 喊他快回来 其他死灵也蜂拥而至 但好在他最后还是回来了 道尔顿也回来了 大家抱在一起 袭击而起 太不容易了 和恶鬼做斗争太心累了 去莫人们也很开心 看到别人一家团聚 很满足很有成就感 道尔顿这几个月婚迷 只能通过彼此管进食 太久没有喂雷的他 现在正大口大口地吃着面 乔西则在楼上拿着老照片 感谢伊丽丝 要不是他的帮忙 他今天也不会亲眼所见一遇 亲眼所见自己打死也不行的死灵 不过他倒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说着还把照片还给了伊丽丝 伊丽丝看到他手后 脸色一沉 立马举起张小吉 给乔西拍了一张照 乔西突然就暴跳如雷地 掐住了伊丽丝的脖子 质问他为什么要拍自己 明明知道自己不喜欢拍照的 楼下的瑞莱还听到了些许动静 等他跑到楼上查看的时候 伊丽丝已经死了 随即他在地板上 捡到了伊丽丝生前拍到的照片 里面的内容让瑞莱捂出了嘴巴 就在这时 乔西叫住了瑞莱 这不是我故意留悬念啊 是导演就是这么拍的 我也还没看前复二 如果这期播放量还不错的话 我会考虑做一下 也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求赞求转发 求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